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2022年的7月17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布隆伯格说中国已出现次贷危机征兆 另外看财政部如何打脸统计局 布隆伯格文章标题 中国已经嗅到了雷曼兄弟大崩盘前的味道 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 美国次贷危机开始 而现在中国出现的众多烂尾楼 其实就是中国式房地产崩盘的体现 大家熟悉的美日两国房地产崩盘 都是房价到顶后出现初步下跌 开发商和投资客为了回笼资金降价出售 然后陷入降价 卖不出去继续降价 更卖不出去的恶性循环 直到开发商破产和投资客破产 房价跌到高位30%左右触底 但国内不同 预售制导致风险是买房者和地产商共担 下跌时限跌令 让开发商更没办法回笼资金 开发商资不抵债 但不让其破产 比如恒大就出现了这样的奇怪的现象 买房者没拿到房子 已经付了首付还还起了月供 开发商已经资不抵债 但还是维持不能关门 最后就是烂尾楼业主透支未来 并且是本金全亏加上30年债务来买单 面对烂尾楼风暴 中共各机构和主要银行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 力求防止停贷潮蔓延 航大的前期办法是地方政府和国企房产商接管 强制完工 而这需要钱 现在全国各地都是烂尾楼 失业破产 各地不公 很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总之不印钱 那就只剩下暴力维稳了 7月15日 统计局公布 中国经济二季度实现正增长 GDP为292464亿元 同比增长0.4% 上半年GDP为562.642亿元 同比增长2.5% 统计局第二季度GDP增长0.4% 这数据一出来 网友就开始调侃上了 说你统计局造假 我们都知道 但你造的也靠谱点 上海市占4%和5%GDP比重的一个经济大城 封了两个月 使包括苏州在内的长三角受到重大影响 深圳广州在内的珠三角 以及北京天津等地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停板 另外影响中国GDP 三成以上的房地产上半年销量也腰斩 都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 结果你的第二季与2021年相比同期还增长 再看看财政部的数据 财政部7月14日召开新闻会公布今年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 上半年的财政超支50.534亿 也就是赤字为5万亿 而去年上半年财政赤字是7000亿 今年超值同比增加703% 上半年全国税收是85.564亿 同比下降14.8% 政府财政税收各个方面都大幅度下降 赤字滚到7倍的地步 然后看统计局的数字和财政部数字 这两个报告放在一块 你就会发现你要精神错乱了 财政收入税收拒减 然而经济还增长了 这不是华天下之大吉吗 老蛮说数据与数据之间是存在有机联系的 单独粉饰某一个数据毫无意义 只会凸显数据的虚伪性 而系统性数据造假根本就不会存在这种可能 各大类数据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 因为提供经济数据的部门 海关、财政部、央行、工信部、人设部、自然资源部 林林总总几十个部门 派系林立各有山头 根本不可能有系统性的全国抚平数据造假逻辑这一块 比如说基建数据的兴旺 必然意味着钢筋水泥的市场兴旺 钢筋水泥市场数据来自工信部 同时也必然会带动铁路运输的形容 而铁路数据来自运输部 同时带动重型工程设备的旺盛发展 重型工程设备的数据来自机械设备协会 建筑业工人数据回升 建筑业的工人数据来自人设部 相关领域的贷款融资数据会回升 而这个贷款数据来自央行 上面这些数据谁来做这种造假的总协调呢 根本不可能存在这种总协调 各部门只要负责本部门造假就行 部门间对不上的也不会有人追究 所以就出现了这个部门发布的数据 打脸另一个部门的现象 但是经济数据随便你怎么假 总归你不可能系统化 数据漏洞比比皆是 只发一个笼统的大类数据 不可能随便造假 它背后依然有逻辑 打个比方来说 工程机械车辆销售腰斩 建筑业工人数量下降 你地方站发行居然能翻倍 那钱去了哪里呢 失去补土地出量金腰斩导致的福利缺口了 还是出来你自己腰包了呢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